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看大神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生活中的现象 朋友们看看你身边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什么呢,就是对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说 存款越多的人,你会发现他越舍不得花钱 就像我们说的,越抠门 有朋友说的,不对老宋,我看到啊,那人 那花钱如流水富豪啊 咱说的不是那些富豪手里一整个几千万几个亿几十个亿的 不是说他们,我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那些相对普通点的普通老百姓 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辛勤工作,积攒了一些钱 手里可能有个几十万啊,可能有个一百多万啊 这些人,哎呦,一看手里钱也不少了 但是还是属于普通老百姓这种啊 不用朋友们去看看那些啊 你看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带的也好,买车也好 一位手里没啥钱,可能还欠钱呢啊 可胆大了,可是呢 那些手里有个几十万,甚至一百多万的人呢 反而可节省了,一干啥呀 不敢哈钱,衣服也不买那么好的 鞋也不买那么好的,吃喝差不多就行了 都是这样,那咱们就来聊聊 为啥会这样呢啊 怎么有钱反而舍不得花,不敢花钱呢 嗯?第一个原因就是 对大多数这些普通老百姓手里有个几十万甚至存了三百万的朋友 首先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什么呢 就是懂得节省,知道攒钱 他们未必挣的是非常非常多 暂时他们的花钱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 有朋友说了,钱是靠挣的,不是靠省的 我告诉你有一定道理不绝对 为什么呢?假个比方说你一个月就挣一千块钱 但是可能你可能一辈子也攒完不了一百万 但是同样的人哦 如果你们挣的钱是一样的 结果他就是不一样的 怎么这么说呢? 打个比方说哦 你们两个人同样每个人每个月都挣两万块钱 十年之后 那么他可能就攒些了一百万 但是你十年之后可能就一分解没有 这个是和攒钱的习惯有关系的 看你怎么花钱 所以我认为钱是挣的 但是你想把钱留下来是靠你攒的 你明白老宋的意思吗?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告诉朋友们 攒钱是一种习惯 而且是会上瘾的 一旦你坚持了一段时间这种习惯之后 你要不攒钱的你就会抓心脑干的 难受啊 这攒钱比干别的都贵 有的人觉得我买件衣服挺好 有的人就觉得攒了钱 我高兴 那种幸福感啊 是买件衣服所替代不了的 如果他不攒钱他就会焦虑 那有朋友说攒不下怎么办呢 我给你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这个人啊 他一个月挣两万 然后他能攒一万块钱 但是呢忽然经济不好了 工作不好了 他变成一个月挣一万了 有朋友说那他就攒不下了 错 这样的人他一个月还能攒三千 那朋友说为什么呢 他会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 他也不会说的把钱全花掉 这就是一个攒钱的习惯 他挣钱多了 他可能会多花一些 但是他也要攒钱 挣钱少了 他会更少花一些 他也要攒钱 你明白老宋的一个意思吗 只要你有这个习惯了 你就挣了多少都会攒一些 那他会降低一些不必要的花销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真正攒钱的人哦 一般是有两种人 什么呢 第一种人就是特别节省 特别节省的人 有点对不起自己了哦 所谓的什么好东西啊 人家也不认识 人家也不知道 所谓的好吃的 人家也不想买哦 我就愿意这么节省一辈子 我就攒下这些钱 这样的人是一种 这种人呢 其实老宋也不太赞生 为什么 有点太对不起自己了 第二种是什么呢 这种人呢 他收入相对高一些 然后呢 他也去花钱 但是不会超过自己的范围之内 这些人呢 他也是吃过 也是见过 也是玩过 也是用过的哦 他不是说节省了 对自己可扣门可扣门的了哦 这种人慢慢的 对一些所谓的消费啊 所谓的好东西就没有概念了 没有那么追求了 比如说穿衣服吧 你看在你很没钱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哎呀 我这个牌子我得穿呢 这个呢什么呀 那什么呀 你看到了四十多岁 很少有人说对这种东西特别在意的哦 就说啊 油也行 我条件特别好了 我刀拿这个油也行 我条件没达到这个 绝对很少有人 四十多岁了 还是毛子劲去买的 还刷花呗 或者是去买这种衣服品牌的 几乎没有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那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 其实啊 每一个习惯赚钱的人 他对未来都有一种不安全感的预期 他总怕未来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花钱 所以他都是未雨从谋 有些人说了 他是不是起人犹天呢 有一点 但是呢 对未来很多事情 他的预判是都会出现的 就一定会出现这种事情的 只不过是早晚的事 所以他把这些事情都做好了准备 不希望到那一天的时候出现问题 而且呢 这些习惯赚钱的人啊 他的财富只能增加 一旦缩小 他就很难受 很难受 怎么说呢 我比如说这么一个 比如说这个人现在有五十万了 有五十万你看个三十万车 你特别喜欢 然后你就不会买 为什么呢 你会想 哇 我买了这个三十万车 我就剩二十万了 哎呦 太少了 那不行 我现在要是能买那个三十万的车 我还能剩五十万 我就买 哎 很多人都是这个状态 但是呢 你说他过两年之后 他手里有八十万了 或者一百万了 你说他会不会买三万车呢 也不能 这个时候 比如他有八十万 他就会想了 哎呀 我要买了三十万车 我就剩五十万了 我要买完这个车 我还能有八十万 我就买 哎 很多时候都这样的 所以说他老用这种思慨去想 想问题 不舍得花钱 啊 现在是问问你去看啊 就是这种人 其实他们挣钱并不容易 啊 相对来说他们收入可能也不是特别低 但他们挣钱并不容易 他们都靠精打细算 都靠算制的每一笔账来去节省这笔钱的 他们攒钱也不容易 而且他们对未来的目标 未来的期待有很多 所以他们还在努力的攒钱过程中 他们也希望有一天当自己真的各方面都不行 没有收入的时候 他们还是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 这才他们想 所以你去看看 越这样的人越舍不得花钱 就像我们说的空人 好了 那朋友们说 到底哪种更好的 是那种我也不攒钱 我就随便花的好呢 还是这种啊 能攒钱的人好的 咱们聊聊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看大三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